从4月份开始大涨电价700度以下的用户 大约1231万户不受影响 专家出破谎言 一旦夏天四口之家家中装三台冷气的 很容易就超过每个月700度 专家更说 如果不费合买昂贵的天然气 不但不会严重的涨价 全民还可以分到56000元 台电4月开始大涨电价 住宅用电700度到1000度 调涨3% 1000度以上涨10% 产业用电大户则大涨17% 这回平均调涨11% 经济部说700度以下 约有1231万户不受影响 但专家惊爆这个真相 他指的是年平均用电700度 四口人家或者五口人家 其实到了夏天 他很容易就超过700度 电价就会被调涨 说是涨大户 但专家点出只要家中装三台冷气 还有300万的足足 经常供用一个电表 以及小商家都难逃涨电价的命运 痛批政府根本在说谎 民族就不可能是只影响到百分之 不关整价 称霸天下爆彩机 星辰online值得信赖 就是一个话术 50%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就已经不错 他讲的93% 我觉得是言过其实的高估 这些小商家其实他们的用电量 绝对都超过700度 不非你真的今天生意不滑 准备关门 张义来6月进入下月 电价每度将超过7.6元 300万足足狂哀嚎 经济部提解方 你只要房东来申请这个智慧电表 排电来给他做这个节能的辅导的话 就可以动炸 但专家炮轰 智慧电表是只必须在离风时间 给电价优惠 谁会老是在半夜洗衣洗澡 蔡政府10年不涨电价的承诺跳票 专家说天然气涨价 中油台电都得吸收亏损 两年就亏掉一兆 政府的能源政策 成就了民进党的费合神主牌 但中油台电狂亏 各种电价狂涨 百姓等于被拨两次皮 接着黄明哥林佩琪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